最先消息 然后会有一个我录影的清单 所以第二次就上这些吧 包含几个函数,Mid if 然后还有什么 有个call,call是判断什么 判断它是中文还是英文的一个函数 然后trim的话是去除空白 不过trim的话空白它只会去除必要的空白 所以如果中文字跟字中间trim的话它还是会保留一个空白 所以我们可能会用到subtitude subtitude的话是取代 也就是把所有的空白通通取代掉 再来的话就是上个礼拜的部分 上个礼拜其实针对手机的范例 我们要把手机的函数把它做串接 我们用了两个方法 一个是REPT加LEN 这个方法比较复杂一点 上礼拜应该有印象 也就是我们希望把这边的综合练习 这个结果做出来 假设说我在不知道手机号码该怎么串接的时候 它只给我三个讯息 那我必须把这三个东西分别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手机里面 所以其实它提供的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要放在这里 这个的话要放在这里 但是如果没有零要补一个零 然后这个7的话要补到这边 中间需要一个减号 也就是将来如果这个格式是一个需求 那你要怎么做 当然就是不要阻法链钢 所以这里的话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用REPT加LEN 印象还记得吧 那个REPT就是重复几个零 那几个零的话我们用3去减掉LEN 就是算一下里面是不是三个字 如果不足三个字的话 那我就去补几个零的意思 所以REPT是补零 然后要补几个那就根据3减掉里面有几个字 那减完之后就是我需要补几个零的意思 那再去把那个84再补到后面去的话 M的G4 那它就会得到我们要的公式了 那做完之后 其实可以把这个REPT加LEN 复制贴到后面 把G4改在H4 那得到的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做的 OK 那当然你做完一个公式 在eSale我觉得蛮方便的地方 就是底下的公式是一样的道理 你就是快点两下就可以了 有没有 那这个方式 等于是说你只要会做出上面的公式 下面的结果呢 哪怕它是跟底下的100万 以100万一样的资料的方式 那你也可以在瞬间就把它全部完成了 所以你需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个公式把它写出来 OK 如果假设了 比如说考试的话 可能就是我给你一个空白的档案 然后请你把这个公式帮我产生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把这个公式能够在完全空白的状况下 所以你们可能要自己再练习 把它删掉之后 有没有 然后自己再key看看 如果可以的话 那表示说你是应该是学会的 但是我会想半天 奇怪 到底怎么开始 那表示你应该没练习 那应该你将来如果考试的时候 应该就会完蛋了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练习的时候都会 但是你考试什么东西都没有 突然就不会了 因为我发现有些东西就照着打 老师上面怎么写 我就照着打 那你不经思考 那最后哪一天呢 考试的时候是没有open book 没有说给你看那个答案 让你慢慢把这个公式打 没有 你要必须从头到尾打出来 所以想想看 这个公式要怎么完成 这个可能要自己去把它试着完成 如果你可以做出来 那表示你应该是ok的 另外还有一点 除了你要打出来之外 可能不能想太久 你不能说想了一个小时 想出来 那会考试不会给你那么多时间 考试顶多就给你10分钟一个题目吧 所以如果会之外 还要想一点 你熟不熟练 就像你将来如果毕业业之后 去上班 人家一定还会先考你一下 而且哦 现在考ECL的几率很蛮高的 因为现在几乎所有工作 处理资料都会用ECL 几率还蛮高的 因为ECL在台湾的 这个企业 占有率还蛮高 我记得有个数字好像95%吧 也就是说基本上95%以上的企业 都会买ECL 而且都会给员工用这个软体 所以如果第一个你这个软体不会的话 就是真的 人家可能就会把你剃掉了 所以如果你将来希望你找工作 不要太困难的话 可能还是第一个哦 可以把ECL先学会哦 那如果你要能够拿到薪水更高的话 可能还不只学会 可能还要呢 除了函数以外 后面我们还会教程式 如果你还可以把程式写出来的话 那更好 当然是有加分效果啦 因为我最近其实也也蛮多的那种 最近就是找我去命题的 企业他们会筛选人员的时候 需要直接给他一个考试 然后这个几率还蛮高的 以前好像比较没有这样 就是说用轮不太需要考到 那个ECL里面的程式 现在好像机率越来越高了 我发现这个比例蛮高的 像最近又有一个考试 他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企业吧 他要招人的时候 他就是怎么招 他就是来之前 可能报名人数可能有一千个 那可能一千个 我总不可能每个都面试吧 所以他就直接怎么样 出个题目给他 比如说出个两题 然后你们一千个人通通来考试 那考完之后呢 我就把会的人留下来 比如说他分数比较高的 然后我就把前面一百个人 做保留 你有资格了 你可以进到第二轮 第二轮也许就在面试一下 因为现在很多企业不太喜欢去培养员工 就是说他会认为说这个你应该就要会的 的一个基本技能 所以如果你假设不会的话 你可能就会在职场上面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业上是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的话薪水 我觉得薪水高低应该蛮重要 没有人喜欢将来毕业之后 你说老师我只要拿个两三万块薪水就OK吗 其实我觉得倒蛮辛苦的啦 因为我遇到蛮多同学毕业之后 其实薪水没有很高 他自己也过得蛮辛苦 而且很多同学好像还会有就绝贷款的问题 就是变成你一定要还贷款 所以你变成你生活的品质也不会太好 所以你要怎么样提高你自己将来的那个价值 其实我恐怕还是需要思考一下 那上个礼拜主要是把这个公司完成 OK 所以这个想想看怎么做 那我们把它控制力 控制力可以复原 所以这可能就是这公司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再把它换成另外一个 除了REPT之外 我还有讲另外一个叫TESA TESA的话实际上就是把REPT加LEN简化成TESA 那它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它后面有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资料 把G2的资料带过来84 然后它会帮你格式化成3码 3码就是3个0 记得前后要加双引号 那这样的话感觉比刚刚REPT加LEN简单太多了 所以这个是方法二 也就是跟各位讲 一个答案 一个公式 一个解答的公式不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就是说你假设你有别的函数 能够达到同样的结果都可以 你说老师那这样讲起来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第三种的公式 当然绝对有可能 有没有第四种也有可能 就是说你要熟悉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函数 也就是函数里面你怎么知道有哪一些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有空的时候 你就是在储存格空白的地方插入函数 那我们其实主要现在练习比较多的是文字类函数 那你怎么知道文字类函数有哪一些功能 其实它已经在下方都告诉你了 比如说像ASC是做什么的 ASC就是把全形改成半形 你们它底下就讲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你的资料是全形 你要改半形就用这个就好了 那其他有什么 取得内码的资料 这个也确实蛮常用到的 然后还有Find Find这个加上我们会用到 寻找哪个字的位置 等等的 其实这些 那如果你有空的话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自己稍微看一下 其实 如果可以的话 它最好是可以把这个 所有类别通通都学会的话 那表示你应该Excel算是 算是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的 算是什么 这个 基本分数了吧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自己再去稍微了解一下 那还有上个礼拜我们还讲到哪一个 上个礼拜好像除了这个 所以如果刚刚讲的东西 假设好像已经忘了差不多 你自己再回去看一下影片 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 不然我还要再重新讲一遍 我觉得我们的时间宝贵 那还有呢 就是说我们上个礼拜 那还有多增加两段影片 一个是把那个什么 年次的部分产生 那主要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去统计一个结果 比如说我想知道 到底我的那个会员里面 哪一个年龄成的最多 到底是年轻人多 还是中年人多 还是老年人多的话 那我怎么统计比较快 其实上礼拜还记得吧 我们有做一个枢纽分析 这个枢纽分析的结果就长这样 我们会需要得到一个什么 一个表 是统计图表 一个图 有没有 是一个直条图 那当然啦 你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你怎么知道哪个年龄多 对不对 你看生日你看得出来吗 慢慢看 如果你假设这边有一万个 十万个资料 你在旁边记录吗 不可能吧 所以呢 如果你假设 希望能够快速的把这些所谓的数据吧 资料 图像的话 这件事还蛮重要的 你才可以说服别人 你说 我觉得 我们的会员里面好像那个 年轻人比较多 好像 那如果人家听到好像 没有说服力吧 你很主观 太主观了吧 所以其实尽量 你要分析资料的时候 尽量是客观一点 OK 所以以后千万你要说服别人 你不要用很主观的意思 就是说我觉得 你觉得你是谁啊 对不对 你是一个重要人物吗 好像不是 你是一个什么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你是一个诺贝尔得奖的 你就OK 我相信你 但问题你不是 那说真的你为什么可以 所以如果你要说服别人 我觉得以目前的趋势来看 大部分人还是比较相信 数据背后所代表的意义 那怎么样可以把这件事情 很简单让人家明白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利用枢纽分析 那枢纽分析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枢纽分析表 那你说看表格清不清楚 表格也算清楚了 50年次的 50到59的两个 60到69的41个 70到79的57个 那显然我们会员里面 占最大宗的就是七年级生 OK 那其实蛮清楚的 但是表格的数字表达 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跟隔壁这边叫枢纽分析图的话 比起来哪个比较简单 大家看这个就知道了 这个一点点而已 对不对 那这个的话中间 这个的话比较高 马上一目了然就知道了 所以以后老师说你要让别人明白一个资料背后到底什么意思 你画个图给他看就好了 对不对 幼稚园都看得懂 对不对 你说老师呢 可是我觉得大家都很聪明 我给他不要这样想 没有 我后来发现大部分人都很懒 OK 没有人那么勤导 自己还去分析 不可能 所以他要的是很直觉看到的结果 所以如果你将来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跟你讲以后很多时候 你要说服别人就简单了 千万不要说你将来用你直觉的方式在做事情 OK 所以如果透过资料背后的意义呈现出来这件事 也是上个礼拜我们的重点 所以上个礼拜两个影片 那部分其实在影片上面都有 就是第三段跟第四段 所以我们做了什么 第一个就是要先产生 所以上个礼拜如果你做失败的话 你记得再把这一段 这个年次的栏其实就是这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怎么做出来的 就是第三段影片 那另外的话呢 枢纽分析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就是第四段影片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会的话 请你回去再看过 应该我如果再讲 还是讲一样的内容 所以请你回去自己再把它复习过好了 影片应该这边第三跟第四段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其实看得出来 大部分同学其实都还蛮认真的 因为我会看一下那个观看次数 次数其实算起来算蛮高的 也就是看得出来 大部分同学应该都有收到这封信 然后呢 也有把它打开来 可是只有一半的人 会去看里面的影片 为什么 因为观看的影片的次数也会出现 有没有 这边是一百多次 一百一十六次 可是看影片的人 好像大概就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可以 大概可以推估 大部分同学应该都有收到信件 然后也有把它点开来 但是没有花时间去看影片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花 自己可能要稍微再花一点时间 把你不熟的部分做复习 所以刚刚提到这两段影片 如果你假设不熟的话 请你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OK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 这两段影片 其实就是主要统计什么 统计就是哪个年龄占的比例是最高的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OK 那当然呢 如果假设说 你说老师那如果我假设不要一个直条图 我希望呢把它画成比例图的话 我希望呢 有点像是一个圆柄 它的比例 这个比较直条图 它比较能够凸显的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那个数量 哪个数量多 对 可是你说老师我希望看比例的话 那这个比例 比较好的方式应该是 你们可以再试着在旁边 做一个叫枢纽分析图 应该记得这个东西吧 就是你做一个表出来之后 然后上方会有一个枢纽分析 有没有 那这边有枢纽分析图 你就利用这个枢纽分析图 来再做一个比例的统计 那怎么比例 比较简单 你当然直觉啦 直条图应该不太OK 可能比较适合是圆形图 你会拍圆形图 它的效果呢 就会比刚刚的那个什么 直条图 它能够凸显的就是它 各占比多少 因为你数量也许蛮清楚的 但是如果你要比例上面的话 这个好像比较清楚 所以按确定 你会发现这边又产生一个图了 那你其实是可以怎么样 把它稍微缩小放旁边好了 左边呢 是直条图 那右边的话呢 是一个比例图 这样其实就蛮清楚的 所以五年急升它占一点点而已 六年急升占这样子 七年急升占比较多 OK 这样的话 呈现应该会更加的直觉 那只是说呢 最后呈现的方式 当然还可以再做变化 所以也许你们可以把这个地方 也许在旁边再增加一个圆形图 让它凸显一下 那圆形图它其实还有很多变化 如果按右键 这边可以变更图表类型 有没有 那我们刚刚是选的是这一个 圆形图 对 那其实呢 圆形图它有分成立体的 还有分成植母图 OK 所以其实可以做很多变化 你可以做3D的 或者做平面 不过如果你假设不想这么滑翘的话 就用个2D就很厉害了 有没有 这样马上就可以比例出来 只是说比例它比较麻烦地方 就是它上面的这个资料 你可能还要看旁边的图里 你才知道原来这个是哪个年级生的 可是一般习惯是希望直接就把这个讯息放在圆形图上面的话 你可以按滑鼠右键 这边有个新增资料标签 然后你就直接怎么样 在上面 记得点一下圆的地方 整个选 按滑鼠右键 新增标签之后的话 找到那个新增资料标签 它就可以把标签打上去了 但是新增标签之后呢 你会发现 它怎么这个标签有 这个标签好像不太OK 为什么不太OK 因为它出现了 这个标签呢 它是怎么样 它是把这个数量直接就放在这边了 这个41好像就是这个 这个57是这个 但是你说老师 可是我不想要让它呈现 我希望它上面是直接呈现它是几年级生 所以如果你想要改的话 再来就是直接点一下这个标签 它三个都选到 你在其中一个上方按滑鼠右键 有一个叫资料标签格式 那标签格式之后 按右键哦 资料标签格式哦 右边呢 就会出现什么 出现它可以让你重新把那个标签 有没有 本来是值嘛 值就是这个啦 这个就是值 我不要是值 我要是它的名称的话 你把它改成类别名称就OK了 所以有哦 怎么改 把类别名称打勾 有没有发现 它类别名称就上去了 然后把值打 因为豆点好像它有两个嘛 所以把豆点哦 把它就是去掉的话 就是把值给打勾取消 有没有 你会发现 有了它上面的那个标签哦 被变更为上面的年次 那不过好像还有一个延伸性的问题 什么问题 它这个标签好像放在这个图上 有点是它底色也是深色 然后好像颜色不太清楚 如果可以把它搬出来一点的话 那该多好 所以要怎么搬出来哦 其实应该蛮直觉的 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点一下这个标签 如果再点一下 我记得好像就可以单单选这一个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搬到外面了 有没有 它就可以搬出来了 OK 所以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我把它Ctrl 字一下 把它Ctrl 字又复原 那你可以看到哦 记得哦 如果你要把它搬出来 就是点这边一下 大概有几个方法啦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用资料标签 它这个下方还有一个什么 叫做终点外侧 有没有 它原来是自动调整 你可以把它改成终点外侧 给它就出来了 好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终点外侧好像比较简单 有没有 先把上面这边 把原来是直 有没有 把它改 打勾取消 然后换成类别名称 OK 然后并且把它位置本来是自动调整 换成是终点外侧 OK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 这个东西 看起来有点多余的 因为这边上面都有标签 你这边还多一个 那你可以把 它的右上角有一个叫图表项目 这个东西叫图例 所以你把这个图例打勾取消就可以了 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图例就不见了 OK 那最后请各位试试看 把上个礼拜的作业 再打开 再试一下这个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这个比较复杂 一 请你把原来这个图 把它缩小 OK 二 有没有放这个 这个 表格上方 上方有个叫 枢纽分析表 然后找到原型图 按确定 然后把它稍微放在右边 缩小放右边 再来按滑鼠右键 新增资料标签 并且在这个标签上 点一下左键 再点右键 找到有一个叫资料标签格式 把类别打勾 这个打勾取消 然后并且把它改成中点外側 最后呢 这个图例把它取消掉 OK 这样就OK了 试一下看看 这个如果会做以后是蛮方便的 以后 你要直条图有直条图 你要圆形图有圆形图 所以以后就用图来说话 诶 感觉还蛮好 至少可以展现你的专业吧 OK 不然的话如果你真的都做不到的话 你怎么去说服别人 画面一下还给各位一下 OK